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读第一二部分的练习 阴郡 咬 外公 询问 天真 杀 剔 代替 除 制造 灾害 逃 影子 此外 说不定 熬夜 赶紧 果然 姑娘 锅 盆 盆子 整个 下 是的 追 见 射 射击 纷纷 表达 意义 鞭炮 风俗 专有名词 吸 凄狼 第六课 除夕的由来 课文 除夕的由来 在中国 人们把农历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叫做除夕 这一天 全家人会一起吃年夜饭 守岁 但是 人们为什么要把年三十叫做除夕呢 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个叫做西的怪物 经常出来伤害百姓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但是又十分无奈 当时 有个英雄叫做七郎 他英俊高大 力大无比 七郎还有一条狗 这条狗非常勇敢 无论咬住什么都不会松口 一天 七郎从外面回来 看到邻居家女孩的外公坐在路边哭 于是上前询问 一问才知道原来天真可爱的女孩被吸 吃掉了 七郎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杀死西 替百姓除掉这个制造灾害的东西 于是七郎带着他的狗出发了 他到处打听西的消息 但是一直找不到它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 这天正好是大年三十 七郎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城镇 这一年来 七郎虽然没有找到西 但是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西的情况 他一般在太阳落山后出来害人 到天亮前又会逃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此外他还特别害怕生下 于是七郎告诉这里的百姓 西说不定晚上要出来伤害大家 让大家今晚熬夜等着 一见到西就赶紧敲打东西 大家一起把西杀掉 太阳很快落山了 到了晚上西果然出来了 他想吃一户人家的姑娘 被这家人发现了 于是他们立刻敲响了家中的锅和盆子 跟着整个阵子都响了起来 西吓得什么似的急忙往外逃 七郎的狗追上了西 并死死地咬住了它 七郎跑上前去一箭射死了西 除掉西以后 百姓纷纷对七郎表达谢意 由于这一天很有意义 于是人们就在每年的年三十这天晚上 仍然像那天一样 整晚不睡觉 敲打出响声 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形成了除夕夜守岁放鞭炮的风俗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阅读的第一部分 第十五到十八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一次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约翰 约翰 施特劳斯去美国演出 大为轰动 轰动的意思是 让很多人非常吃惊 引起了很多的注意 大为轰动 大为的意思是 很 极其 约翰 施特劳斯去美国的演出 在美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吃惊 让很多人非常注意 他身材高大 特别是他的卷曲长发 很引人注目 英俊不凡 英俊意思是长得帅 不凡就是不一般 这个句子告诉我们 约翰 施特劳斯 不光身材高大 而且长得特别帅 特别是 他有一头卷曲长发 同学们可以看图 卷曲的头发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不直的头发 约翰 施特劳斯的头发 是卷曲的 而且是长发 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很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的意思 就是吸引人们注意 很有吸引力 一位姑娘想办法得到了一束 施特劳斯的长发 当作真品保存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15题的4个选项 其中 起来 什么什么起来的意思就是 动作开始 并且继续下去 这个姑娘 保存了施特劳斯的长发 并且会一直留着这一束长发 根据这个意思 根据这个意思 我们选择 起来是最合适的 15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起来 当作真品保存起来 消息 消息传开 人们怎么样 向他索要头发 留作纪念 索要的意思是 向别人要求得到什么东西 人们向施特劳斯 要他的头发留作纪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位姑娘得到了这一束卷曲的长发 接着 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向他索要头发 很多人都来找他要头发 大家接二连三的来 在第六课文里边 我们学过一个词 纷纷 意思就是 很多人接二连三的做什么事情 第十六题 我们可以选 C 纷纷 人们纷纷向他索要头发 留作纪念 一时竟出现了施特劳斯的头发热 一时 意思是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 竟然出现了头发热 什么什么热 意思就是 什么很流行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东西 或者这件事 比如 足球热 旅游热等等 因为很多人都像施特劳斯索要头发 一时竟出现了施特劳斯的头发热 好心的施特劳斯 怎么样 根据好心这个词 我们可以猜一下 施特劳斯做了什么 应该是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所以十七题 所以十七题 我们可以选 A 一一满足了人们的要求 好心的 施特劳斯 一一满足了人们的要求 于是 有些人 开始 什么他的头发 担心 在这一刻的课文里 我们学过 替这个词 他的意思是 给 喂 七郎替老百姓除掉了这个制造灾害的东西 我们都替他高兴 根据这个意思 替放在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 我们可以选 B 于是 有些人 开始替他的头发担心 意思是 喂他的头发担心 担心 他把所有的头发都送给别人 以后 他可能没有头发 怎么办呢 我们接着看 施特劳斯离开美国时 许多人前来送行 这时 只见他挥着帽子 向人们告别 挥着帽子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 挥 挥 就是 挥起来 挥的意思 施特劳斯 挥着帽子 向人们告别 人们 人们看到 他的卷曲长发 还好好的长在头上 只是 他来美国时 带来的一条长毛狗 变成了短毛狗 我们看到 施特劳斯的头发 没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的是 他的狗 狗长长的毛 变成了短短的 看到这儿 同学们 应该已经知道了 人们 向施特劳斯 索要头发 他们得到的 不是 施特劳斯 真的头发 而是 狗的毛 最后一段 不要一味的 去满足 别人的需求 一味的 意思是 简单的 不断的 作者告诉我们 不要简单的 不断的 去满足 别人的需求 因为 善事 是做不完的 世界上 有很多的 好事 需要做 没有人 可以做完 所有的善事 聪明的人 懂得 恰当的 运用 自己的善心 恰当的 就是 用 合适的 方法 一个 聪明的人 知道 运用 自己的 善心 也需要 有 合适的 方法 第一部分 我们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看 第二部分 第十九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与试题内容一致的一项 第十九题 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个叫做西的怪物 经常出来伤害百姓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但是又十分无奈 他一般在太阳卧山后出来害人 到天亮前又会逃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此外 他特别害怕声响 我们看看下边的四个选项 A C 常在天亮前出现 我们可以找到 这段话中说 他一般 在太阳落山后出来害人 根据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 A 不正确 B 百姓拿西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但是又十分无奈 十分无奈就是没有办法的意思 所以B是正确的 再看看C 这段话告诉我们 他特别害怕声响 没有说他会发出可怕的响声 所以C不对 D C跑得很快 不容易见到 短文中说 到天亮前 又会逃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可是没有告诉我们 他跑得快不快 所以D也不对 正确的是B 我们再来看第二诗题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在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端字有初始的意思 因此 因此端午就是初五 而五与五同音 因此端午也就渐渐变成了端午 一般认为端午节与曲缘有关 曲缘是古代爱国诗人 写过许多优秀作品 看到国家战败 而投江自杀 于是人们以吃粽子 塞龙舟等方式来纪念他 这段话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首先告诉我们端午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接着作者告诉我们端午节是什么时候的节日 它是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端午节是初始的意思 那么五月初五意思就是五月刚开始的第五天 因此端午就是初五 而五中午的五与五数字五同音 这两个汉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因此端午也就渐渐变为了端午 所以端午节现在的名字是端午这两个汉字 一般认为端午节与屈原有关 在这儿作者介绍了屈原这个人 屈原是古代爱国诗人 写过许多优秀作品 看到国家战败 战败意思是在战争中被打败 屈原的国家楚国在战争中被打败了 于是他投江自杀 投江就是跳进江里 他跳进江里把自己杀死了 自杀就是把自己杀死 屈原死了以后 人们以吃粽子 赛龙舟等方式来纪念他 人们纪念他的方式是 吃粽子 也就是图片中的这个食物 和赛龙舟 华龙舟进行比赛 这样的活动 人们通过这些方式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我们看看四个选项 A 屈原是端午节的创始人 创始人的意思是 创造什么事情 创造什么东西 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可是屈原并不是这个节日的创始人 所以A不对 B 屈原是在这一天战死的 战死就是在战争中死去 为了打仗而死 这段短文告诉我们 屈原是看到国家战败而投降自杀的 他不是在战争中战斗的过程中死去的 所以B也不对 C 我们可以看到端有初始的意思 端午就是初午 所以午表示第五日是对的 B 屈原写过很多关于端午节的诗 短文告诉我们 屈原是爱国诗人 写过许多优秀作品 可是没有告诉我们 这些作品是关于端午节的 而且阅读了这段短文以后 我们知道端午节是屈原去世以后才有的 所以D也不正确 正确的只有C 下面看第二十一题 小吃与正餐不同 小吃是不到吃饭时间 用来暂时解饿或者吃着玩的食物 北京的风味小吃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 用料讲究 制作精细 独具特色 反映了老北京的韵味 这些小吃过去都在庙会 或沿街集市上叫卖 人们无意中就会碰到 老北京人形象地称之为碰头时 当然如今都进了小吃店 第一个句子 作者告诉我们 小吃与正餐不同 小吃不是正餐 正餐指的是主要的饭食 一般指午餐和晚餐 我们一天中吃的最重要的两顿饭 就是正餐 小吃呢 它不是正餐 它是不到吃饭时间 用来暂时解饿 或是吃着玩的食物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你觉得有点饿了 可以吃小吃 来消除饥饿的感觉 这就是解饿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饿 只是想吃这个东西 也可以吃着玩 动词着玩意思就是 不是认真的去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是因为有意思 好玩 比如一个人 唱歌 唱着玩 意思是 他不是专业唱歌的 只是对唱歌感兴趣 觉得有意思 我们还可以说 踢足球 踢着玩 做饭 坐着玩 吃小吃呢 有时候也是吃着玩 觉得好吃 吃着觉得很开心 就可以了 所以小吃是用来暂时解饿 或是吃着玩的食物 北京的风味小吃 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 用料讲究 制作精细 独具特色 风味小吃 就是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有北京特色的小吃 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 繁多意思是 种类多 数量大 有各种各样的 很多种的 北京特色的小吃 他们用料讲究 做这些小吃 用的材料很讲究 讲究的意思是 精美 精美 有很多要求 选择材料的时候 不是随便选的 而是有很多的要求 北京风味小吃 制作精细 制作的过程 也是非常细致的 独具特色 反映了老北京的韵味 韵味就是特色和吸引力 这些北京的风味小吃 也反映了老北京的特色和吸引力 这些小吃过去都在庙会或沿街集市上叫卖 以前人们想吃这些小吃 可以去庙会 有时候也会在沿街集市上叫卖 沿街就是街道两旁的地方 一些人在街道两旁的集市上叫卖 叫卖就是一边叫一边卖东西 人们无意中就会碰到 无意中的意思是 没有计划 没有打算的 可能你只是出去随便逛一逛 就会遇到这些集市上叫卖的 北京风味小吃 所以老北京人 形象的称之为碰头石 称之为就是把它称作 把它叫作 老北京人把它叫作碰头石 这个名称非常形象 当然如今都进了小吃店 以前那些沿街叫卖的碰头石 现在进了小吃店 读完了这段话以后 我们看看下面的四个选项 短文中告诉我们 小吃是不到吃饭时间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正餐之后是错的 小吃通常比正餐价钱便宜 这段话中作者没有提到价钱 所以B也不对 在短文中 在短文中作者提到了 品种繁多 用料讲究 制作精细 和C说的意思是一致的 所以C是正确的 D 碰头石是一种有名的北京小吃 作者告诉我们 老北京把北京风味小吃称作碰头石 碰头石不是某一种小吃 而是所有的北京小吃的名字 所以一种是不对的 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C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十二题 秋间 据说是古代春秋时期 从我国北方民族地区传入的 后来成为深受妇女 儿童喜爱的传统体育游戏 秋间最初是一根绳子 用手抓绳而荡 后来人们在木架上悬挂两根绳子 下面固定一块横板 人坐或站在板上 两手分别握绳 前后往返摆动 我们来看看 这段话这段话介绍的是秋千这个东西 秋千据说是古代春秋时期传入的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时期 从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到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 他是从北方民族地区传入的 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民族地区 传入以后成为了深受妇女儿童喜爱的传统体育游戏 深受谁喜爱 意思是被谁深深的喜爱 同学们可以看 这张图上就有一个秋千 秋千最初是一根绳子 最早的秋千只有一根绳子 我们可以看这个女生 她玩的时候 手紧紧地握着绳子 紧紧地握着就是抓 玩的人用手抓着绳子 荡来荡去 荡就是摇动 像这个女生一样 她在空中 摇过来 摇过去 这就是荡秋千 最早的秋千只有一根绳子 人用手抓着绳子 荡过来荡过去 后来 人们在木架上悬挂两根绳子 悬挂就是从上边挂下来 就像这个秋千里的绳子一样 两根绳子从木架上悬挂下来 下面呢 下面固定一块横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女生做的是一块蓝色的板子 这个蓝色的板子就固定在两根绳子中间 人坐或站在板上 两手分别握绳和他一样 前后往返摆动 往返摆动 就是摆过来摆过去 这段话向我们介绍了 秋千的历史 和怎么玩秋千 我们看看下面的四个选项 A 秋千在春秋时期 已非常流行 短文告诉我们 秋千是春秋时期传进来的 刚传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流行 作者没有提到 所以A不是正确答案 B 开始时 荡秋千只用一手握绳 作者告诉我们 秋千最初是一根绳子 用手抓绳而荡 那么应该用一只手 还是两只手呢 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方法 是用两手握绳 作者没有告诉我们 是用一手握绳 所以B也不正确 C 看完这段短文 我们没有发现 作者提到秋千成为体育比赛这个信息 所以C也不对 是用一只手握绳 孩子可坐在秋千的板上玩 根据这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女生就是坐在秋千的板上玩的 作者也告诉我们 后来人们在木架上悬挂两根绳子 下面固定一块横板 人坐或站在板上 所以坐在秋千的板上玩是可以的 D是正确的答案 阅读的第一二部分 我们已经做完了 下次课 我们一起完成阅读第三部分 和书写部分的练习 请同学们做好准备 我们下次可见 感谢观看